第22章 你人生的实际改善以及新的信念 第676节 1973年7月9日星期一晚上9点32分 如果你对自己有一种爱的尊重 那么你就会信任自己的方向 你将接纳你目前的地位 不论它是什么 但它是那个方向的一部分 而了悟到所有你需要的创造要素 都可以由它而来 做你自己 并且信任你自己的完整性 你就会自动去帮助别人 去重复这样的一个建议 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我信赖自己及我的完整性 并没有多大的用处 如果在同时你害怕自己的情绪 而不论什么时候 当你抓到自己在一种 你认为的负面心态里 你就变得不高兴了 正如恋人们在他们的所爱里 能够看见那个理想 却又对某些不足 或某些理想化的偏离 有很明确的觉察 因此你也能爱你自己 而了悟到你所认为的不完美 反倒是向着更完整变味的 一种摸索 你不能爱你自己 同时却恨那流经你的情感 虽然你并非你的情感 但你这么经常地与他们认同 一直在恨他们的时候 你就在恨你自己 用你的意识心及其逻辑 如果发现你觉得自己没价值 那么不要只试着 把一个更正面的信念置于其上 相反的 找出你第一个信念的理由 如果你还没有如此做的话 就把你对自己的感觉写下来 要完全地诚实 如果另外一个人 以同样的话来告诉你 那么你又会怎么说呢 检查一下你所写下来的 而了悟到 它涉及了一套的信念 在相信你没有价值 与事实上你没有价值之间 有所不同 然后对你的能力与成就 列一张单子 这些应该包括以下这类事实 如与别人相处得宜 有吸引力 对植物和动物很好 是一个很好的木匠或者厨子 任何的才能与成就 应该如你先前记录 最细微的毛病一样 诚实地记下来 没有一个活着的人 以其自己的方式 没有一些创造能力 成就或极佳的特性 因此 如果你照着这些指示去做 将发现自己的确是一个 有价值的人 当你发现自己陷入一种 自卑的情绪里 就看看你第二章 列出能力与成就的单子 那么就用由你个人 自我检讨所支持的 对自己价值的正面建议 你可能会说 但我知道 我有没有用到的伟大能力 当我把自己与别人相比时 那时我就觉得差了很远 如果我有少数一些 与许多人相同的世俗成就 那并不独特 又有什么用呢 显然 我的命运涉及了 比那要多的 我有我无法表达的渴望 首先 你必须了解 在你自己的独特里 把你自己与别人相比 是无用的 因为在如此做时 你试图去模仿 那些属于他们的特质 而到那个程度上 你否认了自己 奇迹般的存在与远景 一旦你开始把自己 与别人相比 就永无止境 你永远会发现 有些人在某些方面 比你更有才华 因此你将继续地不满足 反之 通过处理你自己的信念 把你的人生是重要的 视为当然 以他开始 以及以你所在的地方开始 不要因为你没有达到某些伟人的理想 而嘲弄自己 而尽你所能地去运用你已有的那些才华 而明白 它们内在前存着你自己个人的完成 你给别人的任何帮助 将会由通过对你自己 而非别人特性之创造性的利用而来 当你发现自己沉溺在生活里的负面问题时 不要对自己生气 反而建设性地问自己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最后答案总是会出现的 用那知识作为一个桥梁 不管你有什么情绪 都让它发生 如果你诚实地这样做 对自己无价值的感觉或沮丧 将通过而消失 它们自己发生变化了 你可能甚至发现自己对这些情感本身不耐烦 甚至厌倦 因而浅开它们 然而不要自动地告诉你自己 它们是错的 然后试图像一个窗壳贴一样的 贴上正面信念 对你自己要有一种幽默感 不是一种恶毒的幽默感 而是一种善意的幽默尊重 当高度的严肃性是自然 而非勉强来临时 它是好的 但如果它被脱长了 就可能变得有点装模作样了 如果你容许自己对信念 越来越觉察 你就可以处理它们了 试图去反抗你所认为的负面信念 或者被它们吓着 是很傻的 它们并不神秘 你也许发现 它们一度曾发生很好的作用 只是被过分强调了 它们也许需要的是被重新结构 而非否定 有些信念可能在你生命的某个时期 对你发生非常正面的效用 然而因为你没有去检查它们 你可能在它们达到目的之后 很久仍带着它们 而现在它们可能变得与你作对 例如许多小孩在某一段时期 相信它们的父母是全能的 一个很方便的信念 给了孩子们一种安全感 而进入了青春期之后 这些儿女们震惊地发现 父母是相当具有人性的 而且是会犯错的 往往另一种坚信就取而代之了 对于教老一代之不足与低劣的信念 以及对那些掌管世界之人的 僵化与无情的信念 许多开始进入青年期的人 认为教老的一代 没有一件事是做得对的 然而这个信念 把他们从教老的人 不只是永远对 并且不可能犯错的 孩子气观念里释放出来 这带给他们 克服个人性与世界性问题的挑战 有那么一会儿 新的成人们常感觉 他们自己是不可征服的 甚至超过了动物性的界限 再次的 这个信念赋予他们 去为自己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并形成他们群体世界 所需的力量与精力 不过以实质的说法来说 他们迟早必须不止了悟到那个挑战 而且也了悟到动物性的其他起义特性 在其中 基本上这种一般信念都变得不合理了 如果在40岁时 你仍相信父母是绝不犯错的 那么你对那个意念的持有 已经远超过他对你的友谊期限了 用这本书里的方法 你应该要去找出这个信念的理由 因为它将阻止你去运用自己的独立性 也将阻止你去造就自己的世界 如果你到50岁 而仍相信较老的一代是僵化的 会很快变得老茂 精神上无能与身体上退化 那么你就在对较老一代的没有效率 持有一个旧信念 而为自己建立负面的安事 如果你到了50岁 仍相信青春时期是一生中 唯一光荣和有效的部分 当然 这也是在做同样的事 一个在某特定区域有天赋的青年 可能相信这个能力 使他比别人都要卓越 在特定的期间 这可能对所涉及的人很有帮助 因为他提供了发展必须的推力 以及这个能力在其中成长的必要独立性 这个同样的人年长了几岁之后 可能发现同样的信念已被持有的太久了 因而否定了与同年级的人 非常重要的情感相互交流 或限制了这个人在其他方面的发展 一个年轻的母亲可能相信孩子 甚至比他的丈夫更重要 而按照当时的情况 这个信念可能帮助他 对孩子付出必须的注意力 但如果这个孩子长大些了 他还持有这个观念的话 那么这可能变得极度具有限制性 如果一个妇人 没学会去检查他心智的内容 那么他整个成人生活 就有可能按照这样的意念来结构 对于一个20岁妇女 有正面结果的信念 不一定对一个40岁妇女 有同样效果 好比说 他可能仍对孩子们 比对丈夫付出更多的注意力 当然 你们许多的信念是文化使然 但你们仍只接受了 那些对你个人目的有用的信念 一般而言 在你们的社会里 男人相信自己是逻辑性的 同时女人则被认为是直觉性的 现在女人试图去确认 她们自己的权利 而常常落入同样的陷阱里 却是开倒车的 试图否定 她们以为叫低劣的直觉成分 而要她们认为 叫卓越的逻辑成分 那么某些信念 常常将在某个时期 来构成你的生活 你们也会因为长大 而放弃许多这些信念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内在的结构会改变 一旦你认出了剩余的信念 你就是不可怯懦地 莫从他们 我觉得自卑 因为我的母亲恨我 或者我觉得没有价值 因为我小时候瘦小的可怜 当你处理信念的时候 你可能发现 自卑感似乎是由这种插取而来 但作为一个成人 你就必须靠自己扭转信念 去了悟一个恨她孩子的母亲 已经处在困难中 而这样一种憎恨 对这个母亲比对她的孩子 说明了更多的事 要靠你自己去了解 你现在是一个成人 而不是一个好欺负的小孩子 分开来写 威力之点就在当下 那个点不在过去 除非你悲下地决定 默许那些不再对你有用的 老旧信念 如果你相信自己是没有价值的 只因为你受弱好欺负 那么以某一种方式来说 无疑的你是为了自己的目的 而用那个信念 承认她 去发现那些目的是什么 或许你加以补偿了 稍后变成了运动家 或用那个推力 以你自己的方式前进 如果你的母亲恨你 你也许用那个去肯定你的独立 好给你一个借口或途径 但在所有情形里 你形成了自己的实相 而因此你对她表示了同意 许多写信给我的人感觉 他们有非比寻常的心灵 或写作能力 或感觉到一个去帮助别人的强烈需要 他们经常地把自己所做的 与他们认为自己能做的相比 却常常没有对发展自己的能力 做一个起步 例如他们想写伟大的哲学理论 却也许从未在纸上写下直言片语 或足够信任自己 而去开始动笔 有一些人想要帮助整个世界 但所有他们做的 只是去想这个愿望 而根本没有试着 以实际方式实现它 在他们心中的理想变得如此伟大 以至他们永远对自己的表现 感到不满意 却害怕去开始 对他们自己的独特性 怀着爱心地承认 其本身就可以让他们明白 如何以自己的方式 开始用他们的能力 而信任现在的情况 那个理想尚未实现 它只具有一个方向的要素 但只有借着用 现在你知道自己拥有的东西 而且对自己的机会与能力 有个默许 并且通过当下的力量 去用那些东西 你才可以找到方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